多原因吧 可能是里头的塑胶呢 被我这样子掰来掰去之后 终于变成我的形状了 大家好 我是胡夫奇社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今天的话呢 来给大家做一款KO的版本 它是用了官方的MPM04下去修改的 那其实呢 它就是过去的LT01 那么我还是先讲一下 这个MPM04这一款玩具呢 相信是很多人的共同的回忆啊 在网路上呢 或许呢 它有非常多的批评 但是呢 它相信也承载了各位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对变形金刚的收集啊 可能有一段时间都在讨论它 它的一个这个烟囱呢 极难扣上啊 还有这个地方 那个卡 这个卡扣的话 没有办法扣得非常的稳 还有这个烟囱啊 这个涂了一半呢啊 或者是其他等等 有的没的啊 各种各样的一个NG的状况呢 都让它呢 在我们的收集路上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页可以书写它 啊 我的话呢 这款玩具的话呢 还有一个 在我多次的把玩之后呢 它就可以 嗯 比较完整的密合上 那有很多原因吧 可能是里头的塑胶呢 被我这样子掰来掰去之后啊 终于变成我的形状了啊 完全被我征服了 那anyway 这个的话呢 后来又推出LT01的这种黑色啊 金属色啊 等等的白色 轻化瓷配色啊 等等啊 那么呢 今天的话来给大家聊的呢 是终于呢 也来到了一个透明配色 那么透明配色 这个也是属于 这个比较是官方的一个套路啊 就各种配色之后 最后会来了一个透明版本 那我们来讲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那个烟囱卡扣是能扣上的 它多做了一个倒勾啊 勾起来 所以呢 这个呢 一样是用LT01的那个模具 下去做一个修改的 应该是改配色的啊 那么由于整个变成透明色的关系 它会有两大特点 第一 透明用胶 这个显然是会比较脆弱一点 无论你怎么样怎么样小心的把玩 它都无法跟这个 MPM04的版本 或者是LT的版本 就一定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透明的材料 就是这么比较脆啊 那我整个变形下来的话呢 还蛮幸运的 并没有发生这个NG的一个状况 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模具 我变形是比较熟悉 所以没有就发生 但是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它真的是会比较脆弱的 那把玩的时候 你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甚至你买这一款呢 我都认为呢 你不应该以把玩 为你主要的目的去买它了 我相信它主要还是做一个展示 一个收藏的一个 KOS帽收藏 不用收藏 可能就是摆着好看而已了 那第一个就是用胶的一个问题 第二则它的一个体重会变轻 在原本的模具下的话呢 它是有金属部件的啊 就是这个原本人形的这个肚子的这一块 这里是一块金属部件 以及脚掌的一个部分呢 它是一个金属的一个配件在里头 但是你透明部件的话 当然就不可能是给你金属部件了 所以两个玩具拿起来的时候呢 难得会有山寨的体重呢 是轻过于这个正版的 当然了 电镀的部分呢 也就通通都取消了 那么透明件到底有什么好的呢 那这个就嗯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透明件就是大家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那这个的话上方的这个武器啊 一样可以安插在上面 然后你看到这个地方啊 安插进去之后啊 就消烧了就有点白痕出现了啊 确实的 这个透明部件的话 就无论如何 包括这个卡扣的这个这个组合的话呢 都是必须要比较小心的 我们现在来直接看到人形的展示啊 这个变形的过程呢 就饶了我吧 这个透明部件 在里面面前玩变形 我可能会变很久啊 非常的小心啊 那么身上的话呢 第一是重量的一个不一样 感觉呢 是非常的轻 特别在变成人形之后呢 手感会差的更多 为什么因为它原本的金属部件 是在脚掌这个部分 那这个最底部的部分呢 少了金属部件之后呢 整个玩具拿起来的一个 重量感的话呢 就相当的不一样了 再来是它身上的配件啊 这个一样都是附双刀的 都是有两把刀 但是呢 我手上呢 目前只给它安插一把 然后炮的这个前面 这个烟熏涂装也是有的 其他身上的话呢 也是金属的这个火焰的这个红色 然后白色的边啊 这都是有的 上面这些小细节的部分的涂装 也没有做一个减少 以及呢 头部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它的这个换脸的机制呢 也一样是存在的 搬上来之后呢 就把它的嘴巴的话给露出来啊 对于电影戏 不对 不要说电影戏啊 应该说任何的OP的话呢 我都是比较喜欢露脸的 我喜欢露人脸的机器人 那么相较于全身的这个透明啊 头部的这个蓝色的颜色 是比较深一点点 感觉好像远远看的话 还以为是一个金属蓝的涂装 其实并不是它一样是透明部件 那么领导模块的里头一样是有的 但是呢 我就不在镜头前面拿出来了 因为我真的是要比较小心 透明部件的话 可以看到这一些 组合的这一些卡扣的部分呢 还有这个锚钉插栓的这个部分 相信大家就看得非常清楚 实际上呢 这个这个以我们经常把玩这个玩具的人来说啊 其实看着都是有点心惊胆战的 包括这个地方插这个锚钉什么的 那么最后的话呢 就小小总结一下 仍然的话呢 再次强调 这个是透明部件的玩具啊 绝对不是让你拿来变形把玩用的啊 尽管它的车子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密合呢 是有改良过的 可以很轻松的完成密合 但是在变形翻转的过程呢 有一些小部件的翻折 还是真的要比较小心一点点 那么呢 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